新北市長侯友宜公布得獎名單 今年的新北市紀錄片獎 在十三部優選紀錄片中拿下冠軍的 是導演張宏傑一直關注的鯨豚寶玉 探討臺灣西海岸的離岸風電 對瀕臨絕種的中華白海豚的影響 張宏傑以鏡頭幫不能說話的動物發聲 另外獲得第二名的誰先說再見 紀錄罕見疾病家庭的生命足跡 而一般民眾很少接觸的大體修復師 工作的點點滴滴被拍成百頁逢生 拿下今年的第三名 事實上新北市紀錄片獎 已經邁入第十二個年頭 透過競賽放映 鼓勵臺灣紀錄片多元創作發展 今年前三名的獲獎影片 最高可拿到十萬元獎金 但新北市要當紀錄片工作者的後盾 宣布明年只要進入優選作品 就有三十五萬元獎金 讓拍攝資金更充裕 此外十一月也是新北市國際紀錄片月 歡迎民眾一起來觀賞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